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来到我们的恩宠快讯 让我来跟各位报告 接下来两周的信息 下周六的晚上六点 还有下周日的早上十点 是由我们的刘伟茂牧师 为我们带来的信息 雅各书的珍宝2 雅各书里面有讲到 各样美善的恩赐 以及全辈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所以要领受各样美善的恩赐 还有全辈的赏赐 一定不可以错过雅各书哦 让我们一起认真来聆听 雅各书的珍宝2 下下周六跟周日的信息是牧养的呼召 所以6月19号的周日那天 就是我们的案例典礼啰 在牧养的时候 我们总是先看到自己的不足 然后才经历了神的大门和供应 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了不一样的成长 以及突破 牧养不只是一种责任 更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那一天 让我们一起来欢呼 一起来庆贺 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吧 我愿意遵行圣经的教导 带头行各样的善事 牧养祖园 建立祖园成为小组长 我愿意按着神给我的恩典做主 主缘的榜样 成就神给教会的意向和托付 圣灵 圣灵 我们可慕你 圣灵 圣灵 我们需要你 圣灵 圣灵 我们欢迎你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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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慕你 圣灵 圣灵 我们需要你 圣灵 圣灵 我们欢迎你 现在这时刻 说你来充满 在甘安一般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心切勿你 凡起愁作弊的草 寻找作弊寻见 我练成了 拥了你 并她心地 今天中西方森林的所有决心节 愿意称帮我提供的动作 给你做作弊寻的地方 我心里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礼拜就是我们的五旬节啰 五旬节是一个圣灵降临的日子 圣经上面有提到耶稣说 但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所以这是一个拆派的季节 所以8月6号还有8月7号 就是我们的幸福研习会啰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 福气教会会到我们的当中 为我们带来很多有用的实战经验 所以各位记住一件事情 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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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起来报名我们的幸福研习会吧 各位五月来到恩宠灵娘堂的家人朋友们 记得在周日的崇拜结束之后 是我们的与牧师有约 在这里面你可以提出很多在信仰上面的疑惑 也可以更了解我们的教会 在结束的时候 牧师还会特地特地的为我们 每一个人祝福祷告 所以记得在周日的崇拜结束之后 来到我们的恩宠区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与牧师有约吧 6月26号就是我们的敬礼典礼 所以你身边如果有朋友想要受洗的 记得拿到这两张受洗申请表 请他填写 然后赶快找你的小组长还有区长报名 让他一起来参加这场盛会哦 星星看见流奶玉米之地 星星跟随运柱火柱带领 帅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 圣子和圣灵的名笑 阿们 也在你的国札 魔犯的 彼此和人之内 听着发布的 彼此 fundraiser 常会再会 与拉职夺 到你这 conocern行的 我们的 Reich 躲去 在敵人的面前 你为我摆设演习 这是我的 神的悬崖 G2号是我们的学青准备的活动 In His Image 恢复原创 在我们的孩子青春期的时候 总是会对生命产生迷惘 或者是会对未来找不到方向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活动 还有一系列的课程可以辅导他们 服侍他们 让他们点燃对生命的热情 这个活动是对国中到大学都可以开放的 而且BEST也可以参加 所以各位爸妈们 赶快邀请你身边的孩子一起参加吧 最后让我们一起跟我们左右边的人来说 上帝保护我 疫情远离我 提早上线预备心 扫滑手机占心听 上帝与我们同在哦 恩宠快讯 我们下次见拜拜